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三部新剧《神仙打架》,继杨紫瑜身后,迪力热巴周杰琼新剧也定档 何旭的春天悄然而至,属于观众们的春天也正式到来 3月14日,几大剧方纷纷秀出大动作,有三部新作正式官宣定档 给广大无惧可追的电视剧迷带来福音,三部作品都足够重磅 宣告接下来的影视剧市场将进入激烈竞争阶段 首先,杨紫瑜肖战主演的偶像立作余生请多指教姗姗来迟 正式定档3月15日,届时会台网联播,作为呼声最高的重磅立作 去年余生便曾官宣定档上线,但却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临时撤档 让不少粉丝期望落空 盼望着盼望着,如今余生再度发布定档日期 目前肖战与杨紫已经分别发布宣发动态 杨紫工作室更是意志,不住喜悦之情连更多条剧宣信息 足以证明这部超人气偶像剧做事真的来了 相信不少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在荧幕上看到林芝笑语顾卫的浪漫爱情故事了 但从剧方晒出的预告片中,就能感到杨紫与肖战之间填到爆棚的超强CP感 这部作品究竟是否能够成为既杨紫亲爱的热爱的之后 又一部代表性偶像立作,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基于生情你多指教后,迪丽热巴与任嘉伦主演的《古装立作》与君初相识 同时火热来袭,正式定当在3月17日如约上线 这部古装神话剧目前在网播平台上已经收获了不容小觑的热度与人气 被誉为古偶之光的任嘉伦再度倾情演出 在剧中饰演仙气飘飘的娇人,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纪云和同样人设吸睛 在剧中她的身份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御灵师 截然不同的身份让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更为波折与跌宕 剧中,任嘉伦饰演的娇人长翼贝迪丽热巴饰演的玉灵师最终驯服 两人在此期间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唯美恋歌 值得一提的是《与君初相识》是一部以女性视角切入的古装剧作 从利益与设定来探贴合了当下影视剧市场的创作主流方向 热巴在剧中扮相倾心 相信能满足广大粉丝的期待与稀迹 任嘉伦此前有多不实际不俗的古装立作 相信此次他依旧能展现出不俗的荧幕表现力 同样定档的奇幻立作还有周杰琼与徐正希主演的作品《影帝的公主》 3月16日将会惊喜网播上线 从剧情梗概来看 这是一部奇幻穿越剧 讲述的是游走在古今虚实之间的美妙情缘 巧妙融入了戏中戏的设计元素 抛开剧情设定暂且不论 两位主角的高颜值已经是该剧的最大收视保障 除此之外,另外一部《现实类立作新居》同样官宣定档 将会在3月17日与广大观众正式见面 与前几部作品不同的是新居的演员阵容 更有收视号召力 海青、童谣与张宋文几大实力派戏谷在此云集 另外,冯绍峰还是特邀主演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走的是写实路线 这也是这些年来观众最为青睐的题材领域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的影视市场将会上演神仙打架的场面 究竟哪一部作品能成功接受市场的检验 最终突破众围座上收视爆款之位呢 且让我们一同细细品鉴吧 02 余生请多指教重新定档 3月15日开播 杨子肖战发文官宣好消息 3月14日 等待了快三年的余生请多指教终于重新定档 将于3月15日正式开播 对于粉丝而言 这实在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 毕竟这部由杨子与肖战双流量领衔主演的偶像热剧 早已经提前预定了年度爆款之席位 早在去年 关于该剧的开播消息便陆续传出 原定去年9月8日 该剧会正式网播与上兴 当时肖战与杨子还特意发布了 定档动态于生请多指教的官博野界机关宣开播时间 鉴于外部客观原因 这部剧却不得不再三延播 自然让粉丝们等的是焦急难耐 原定开播时间突然遭遇撤当 当时余生这部剧还招致了不少热议 如今猝不及防的再度官宣定档日期 相信不少粉丝的内心还是颇为忐忑 生怕还会遭遇史料未及的变故 不过从目前形势来看余生 将会在3月15日正式与观众见面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当下杨子工作室连续发布两条宣传动态 杨子与肖战本人也更新动态宣布好消息 看来定档日期已经完全敲定 果不其然余生即将开播的消息 火速霸占热搜榜前列 据悉余生请多指教 改编于作家柏林实将的同名小说 本身就拥有相当广泛的援助粉丝基础 近年来 填宠偶像剧始终大行其道 更何况肖战目前依旧是人气 当人不让的顶流偶像 杨子更是个大影视剧《方眼》中的活字招牌 两人联手合作势必会掀起声势浩大的热度狂潮 在剧中 杨子饰演的是音乐系的《大三才女林之笑》 因为其父亲生病住院结缘相识了故位 两人就此展开了一段浪漫动人的唯美情缘 对于肖战粉丝而言 这部作品是肖战继227事件之后的重磅作品 因为此事肖战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这部作品自然也被广大粉丝寄予希望 希望肖战能借此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重新赢回自己应有的口碑 从此前剧《方晒初》的物料来看 身穿白大褂的肖战可谓斯文儒雅 剧中的杨子同样美丽灵动 青春洋溢 两人每次同框都是火花四溅 让人惊不住期待直拉满 官方发布的预告片更是看点众多 可以看出两位演员在剧中都贡献出最为精湛的演技 很多高光场面更是十足高甜 每一帧画面都洋溢着浓郁的粉红气息 预告片中更是率先曝光了顾 为向林之笑甜蜜求婚的细节 还有亲吻的画面 让人看得是少女心懵动 以母笑不断 正所谓好饭不怕晚 粉丝们的期待势必不会落空 真心相信余生可以创造新一轮的收视高峰 3月15日让我们不见不散一起开启追剧模式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